Luna Rosa 說這麼快我們又到了第二間住的地方 叫Luna Rosa 事不宜遲我們現在進去 嘩這裡是什麼來的 泳池還是池塘 水蠻清淡的 先把梯級搬上去 好像沒有人 還是看到我進來 我現在先找負責人 待會再拍片 看這個樣子應該是民宿 我現在就找一個負責人 然後看看入房 是民宿 是民宿 現在是这样 和煎乏的設計 這一棵眼裡 但是就是在賣 我回到民宿了 這些藥是300萬月南銀 一百零五百元 剛才Hostle的男主人都很好 他等待電單車載我去約房 否則我都不知道怎樣買 還有我第一次坐電單車 感覺又爽又害怕 我覺得整個城市都很好 真的很有人情味 我休息了兩個小時 吃完藥之後 現在就出來 回安看看有什麼 做什麼提 去市中心那邊 所以我想說旅行 有很多事情想不到 有很多阻滯 好像我這樣 差點說不及飛機 全都沒有了 吃錯東西 然後很普通 會擔我多時間 所以真的要做好不同的準備 那我去到市中心 還有跟大家說 有什麼看 有什麼玩 這條河真是很美 我覺得是夕陽如揮的感覺 我現在Homestay是看著這條河 其實我在現港的時候已經發現 有什麼 就是這條河會放一些 椅子 給別人去看看有什麼 有什麼 放鬆一下 但是 然後我本身就在想 那麼輕鬆呢 但是 來一個方面想 其實香港也有的 但是越南 沒有那麼多錢去 蓋那些椅子 那些好像海賓祥 其實香港也有 不過越南這裏就比較 落後一點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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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cility 方面 對 好漂亮啊 好漂亮啊 好多燈啊 好多燈啊 今天這裡就是遊船河 然後呢 一個人呢 15萬錢都要坐這些游船河 這個就是船票了 另外呢 這個呢 買了兩個燈籠 就是50 五萬一個,即是十萬 現在正在等一條隊 然後放燈籠,點了它之後 我現在又上船了,準備點燈籠 一條河很多人 我穿了新衣,他給了新衣 準備出發 一波點了,我現在準備放 講一條河都蠻水事不通的 太多船了 好美 我現在準備點燈籠 可以放燈籠 我現在買多了一點,我現在準備放 這個 希望我可以高一點 希望我建功順利 好美啊,這裡 好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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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疫情快點結束 就這樣吧 記得嗎?我超級不舒服 然後我進了咖啡廳 很冷 然後我怎樣搬熱咖啡 好美 神經病 我現在坐完船就超級普通 好了,我現在看看有什麼看線 我想拍燈籠 看看有沒有燈籠 好花很多之後就要吃夜了 我叫了這個火箔 就是越南牛肉麵 火粉 最出名的 然後我叫了一個 叫了一個 豆腐 然後這個 是90的 然後 嗯 嗯 最後就叫了 一個湯 一個湯是75的 迷回港幣是60幾元 我已經整齊了 火箔 豆腐 湯 現在就開餐了 吃完就告訴大家味道如何 那我就試這個火箔 牛肉麵 那些火粉 很煙韌 然後牛肉的話 就跟香港差不多了 不如試一下這個 豆腐先 不要鬆脆 但都很健康 然後湯呢 我已經試了 然後呢 這個湯我覺得很入味 還有 那些菜都燜得很軟 很入口 應該這餐都是不錯的 那一餐 夠吃先 我買了這個 百萬越南盤 剛剛賄完錢 原來呢 在福建會館對面 福建會館是 中國蕎麥麵 最豪華的一個會館 會館是 負責保護同鄉 聯誼的作用 嘩 真的很漂亮 因為其實 也有什麼港府會館 擎府會館 擎府會館 然後福建會館 又是最豪華的 你看 這個地方進去很大 都知道是最豪華的 都知道是最豪華的 嘩 有我們傳統的石獅子 很多中文 其實 匯安這裡很多中文 因為很多漢字 嘩 進去看看 這麼豪華 嘩真的很大 因為我看到 其他會館都是 即一進去就是一個大堂 這裡就佔地很多 這個 裝飾都很越南feel 混合了 中式feel 這裡就是一些 池塘 就是這樣 看看他們裝飾什麼 福壽 福壽 黃武娘娘 那個尾巴 就是這樣 這個是越南班戟 三萬越南章 即10元港幣 很餓就不客氣 我們現在就來到這個來院橋 它又稱為日本橋 因為相傳是由日本人興建 還有匯安這裡是混雜著很多 中國、越南、日本、歐洲的建築特色 所以 是很有以摸一身的感覺 不過很適合打卡 這裡就是來院橋的內部 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這樣 它是由日本人興建的相傳書 就叫做《日本潮》 書呢 它是有日文的 可能是特意弄下去 沒有了 走完了 就是這樣 我現在就叫了Full Massage 是$100元 就是10萬越南章 好開心啊 看到這個野景 這個Mixomongong和綠茶 越南章 越南是很流行這個雪糕的 這裡就是我想來很久去拍燈籠的地方 這個地方就叫匯安夜市 你看到很多人都來打卡拍燈籠 然後呢 是要收錢的 都是幾港幣一次 這個地方都很值得來 是這個地方 那拍完燈籠之後呢 我就回到Homestay了 但是到12點1點左右 我又太悶了 那又再出來市中心 聽聽有什麼在開 那其實大部分東西都關掉了 但是市中心裡面還有一間巴在開 但是全部都是外國人來的 所以我真的不知道做什麼了 但是對面還有一些 燒飯是在賣小食啊 那些什麼 那我就吃完宵夜才回去 不過在我一會兒又回去的時候呢 有個摩托車司機呢 就不斷跟著我 不斷說可以再回Homestay 但是呢我就很害怕 因為晚上一晚了 然後之後 他又不是抓那些司機 所以我不知道會不會 要那麼收錢 還是載了去哪裡 所以我也是自己走回去 因為這間Homestay其實都不是很遠路 就是安全 不要自上 那在惠安的第三天早上 我就收拾好行李回延港 結果在這裡我就好幸好 遇到一個很有趣的婆婆 那她就脫了一頂豆粒 被我帶了 然後就說我好像 Wednam boy 然後呢 又說我好英俊 那其實她就 不斷哄我了 想我買她的水果 那其實她這支真的很好 那我就覺得 我是幾瘦樂 那之後呢我就真的 幫她買了一些水果 我們今天的影片就來到這裡 那我們下一條影片再見 喜歡的話記得CLSS我 commen like share subscribe我的channel 拜拜 做些事 我跟她說 有趣的 有趣的 是 有趣的 這條影片